你聽過傻瓜村嗎? 那是一個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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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的村 那裡的人都中了一個詛咒 很笨 在好幾百好幾千好幾萬年之後 詛咒有沒有被解開?沒有人知道 不過有一位男孩也就是我們的男主角李安 他認為自己跟大家不一樣覺得很笨一點都不好 所以大家都笑他是一個怪胎 於是他開始想辦法回到過去回到那座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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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的傻瓜村 解開詛咒讓大家都變得很聰明 後來李安做時光機來到了傻瓜村 看到好多好笨的人 例如跟羊綿綿玩多貓貓的牧羊人會迷路的遊猜 把花當魚賣的魚販以及不懂醫術的醫生夫婦 還意外地當上女主角蘇菲亞的老師 她很漂亮 可是很笨 沒想到卻對她一見鍾情 但她的情敵竟然是能解開詛咒的二勢力 格大爺 還被告知如果沒有在24小時之內解除詛咒了的話 她一樣會變成很笨 到底李安該如何走出這樣的危機 而她是否真的能夠解開詛咒 讓大家變成她所認為的聰明呢 第一次是 的主題 第一次是 的主題 主題 詞曲 字幕提供 詞曲 字幕提供